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斑駁的牆面 地上堆滿雜物 隱約看得見遭祝容肆虐過 這是高雄延城區九龍大廈 1989年一場大火 奪走二十四條人命靈異傳聞不斷 去年五月掛出大布幕 要舉辦法會超度眾多亡靈 已經二三十年都已經忘記了 現在又提起來 我覺得心裡很忙 恐怖記憶復蘇 讓當時選在正隔壁 蓋的興建案不被大家看好 但八個月後 面對凶宅這一排預售物 居然全部賣光 看看樣品屋 正對凶宅都做成 二十坪兩房一丁一位的小格局 但是未來主臥房的大創看出去 就是黑漆漆的凶宅窗戶 的確有點嚇人 而面對凶宅共三十戶 像像正對的小坪數十四戶 扣掉一二樓挑高不設住戶 改入口必煞外 三到五樓三百七十八萬 六到十樓三九八萬 十樓以上基本看不見凶宅 才買四百一十八萬比較貴 我減價大概在一成左右 所以其實不會在意的客戶 客戶來講他們會接受 因為我沒有要自助 所以投資的方向的話 應該是還滿可以的 捨去一樓的金店面 寧願跳高做住戶活動空間 降低一旁 凶宅影響衝擊 加上都做小坪數格局 吸引比較百無禁忌的年輕人 和首購組小家庭 還有低價行銷 讓這凶宅旁賤愛搖身一變成銷售王 跌破大家眼鏡 只要夠便宜 凶宅當鄰居也沒關係 三立新聞邱少爺 古皮尖高雄報導 五立馬 四立馬 中斤